上周才在produce48预告片中惊喜登场,提前预告将从练习生变身为作曲家的大灰,今天早上又传来好消息了,不过这次不是大灰本人,而是大灰代表性的粉丝俱乐部Delight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101,出道一周年所做出的杀心行动, 据报道,Delight即7月21日的社会福利机构进行职工服务活动后,接着又向首尔大学儿童医院捐赠了一千万罕元,对正在与病魔奋斗的年幼病童们伸出了援手,Delight表示,从一年前李大会作为101成员出道时,便希望能截留像真正这样的行动,不间断的做善事,尤其在出道一周年,这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, 俱乐部成员们决定捐赠至今为止最高的金额来作为纪念,从去年开始至今,粉丝俱乐部捐赠的金额,总计已经达到2300万罕元了,真的是非常可观的数字呢,粉丝说这同时也是受到前阵子大会所参与的冰桶挑战影响, 对于想要抚慰正在经历困难的人的这份心意产生共鸣,因此往后就算是小地方,只要有所需要,就会继续坚持努力,虽然大家常说,粉丝行为偶像满单,但像这样粉丝自发性的活动,真的让自家的爱斗脸上有光呢? 只能说果然是有什么样的爱斗,就会有什么样的粉丝,这样的行为真的是太感人了。